我说一句公大话 真的是胡娜先动手 开心 何开心 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 你带着这样一个女人 在外面鬼混 被我们家娜娜抓着了 你不仅不向她道歉 反正让你带着这个 不三不四的女人欺负娜娜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觉得 你们俩的婚事 我需要重新考虑考虑 父母 妈 我不管胡娜跟你说了什么 我不想解释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必要解释 但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说清楚 就是你呀 她根据不用考虑我跟她的婚事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她 你瞎说 明明说你喜欢我的 我什么时候说的 你就算跟我怄气 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呀 你知道你这样说 有多伤我心吗 你有病吧你 你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么对娜娜的 快开心 妈 是不是你痛住我妈的 是又怎么样 你瞎说什么呢你 妈 他把你胡伯伯给气的 你来得正好啊 你看看你们家儿子 是怎么欺负娜娜的 我来教训她 你看着 阿姨 你跟这个女人说 我是不适合开新的未婚妻 当然是了 你当然是我儿子的未婚妻了 还是我心目当中的准儿媳妇 妈你 你给我闭嘴 你听到没有 这位小姐 我不管你是谁 我警告你 离我的儿子远一点 他不是你可以碰触的男人 他的心里已经有娜娜了 妈 你给我闭嘴 这么大的人了 登到的公安局来 成何体统 既然情况大家都说清楚了 那么就在这里 都签个字 就可以走了 以后别再闹事了啊 谢谢你啊 警察先生 给你添麻烦了 走 不客气 这是我们分内之事 走 站着 你不能走 为什么呀 你的身份我们还没有核实清楚 我 警察先生 请你好好查查这个女人 我看她从头到脚 都不像是个好人 没有 警察先生 她的身份中丢了 我可以给她做担保 妈 你凭什么给她做担保啊 你是谁啊 妈 你先别说话 我真的可以给她做担保 不行 这个身份没核实清楚 她不能走 警察先生 不好意思啊 你给我走啊 不是 她凭什么不能走啊 走吧 奶奶 走 赶紧走 快 我把她 我把她 快走 走了 走了 你等我一下 走走走 你回来 走吧 担保我啊 坐下 娜娜妈 娜娜妈 不是 妈 你别走那么快 娜娜妈 别生气了 我想这其中啊 一定有什么误会 误会 是你们家和开心 亲口否认 她和娜娜的事的 能有什么误会啊 娜娜妈 别生气了 我想啊 这都是孩子们的冲动 我们谁没冲动过呢 年轻的时候是吧 即使我们家开心呢 还是很喜欢 你们家娜娜的 妈 有她这么喜欢的吗 走 娜娜 再见啊 妈 我先进去了 你回来 你回来 我来 妈 她是因为我被抓进去的 我自己先走了 那不等她多不合适啊 你给我上车 快点 我不 那我先进去了 嘘 我先进去了 快点 听我的 给我上车 好啊 为了两个女孩争风吃醋 闹到派出所 你不丢脸吗 我都丢脸哪 爸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能控制得了吗 再说胡娜那女孩 有多讨厌你 又不是不知道 而且是她心动手的 你不要把这件事 赖到胡娜的头上 你这种人哪 能够找到这么一个 又漂亮又懂事的女孩 是你的福气 想想办法去讨好胡家 跟人家说对不起 没这个必要吧 你想毁婚吗 我跟她压根就没订婚 谈什么毁婚呀 人是你自己定的 你跟你妈妈说的 非差不娶呀 不是 我才跟胡董 定下的这门亲事 你现在闯祸了要毁婚 你让我怎么面对胡董 这件事传出去 我们何家还有什么信誉 还有 胡娜怎么面对人呢 我又没说同意 谁让你们给定婚呢 报告你说 这个婚姻在我眼里 根本就无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跟胡董 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 要是你搞砸了我这件事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如果要拿我的信符 我的婚姻 去作为你利益的交换品的话 我肯定会让你失望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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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快 快给你爸认错啊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认什么呀 我又没错 我认什么呀 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孩子他爸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 他要是再在外面 胡作非为 你跟他一起给我走人 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 别碰我 你放开我 一个一个都这样 你去哪儿了 喝成这个德行 爸 你为什么要逼我 爸 我先走 你为什么非要在爱情和事业上 让我做选择 我先走了 站住 你又要去哪儿 鬼困 回房间去 给我好好反省一下 你自己该怎么做 我 你说什么 要我动手吗 要我动手是不是 你用这点 我要去哪儿 我给你